荒郊野外空旁遭炸 乌克蘭公布影片宣稱 擊中俄羅斯30毫米口徑的 榴彈炮發射器 地點就在巴赫姆特 炮擊聲不間斷 盡管巴赫姆特被炸到體無完膚 乌克蘭士兵仍然咬緊牙關 堅強抵抗俄軍侵略 除了用無人機空拍 瞄準敵軍的目標物反擊之外 近身肉搏戰 更是巴赫姆特士兵每天的日常 乌爾兩軍在巴赫姆特 越打越激烈 還沒撤離的 乌克蘭民眾只能暫時躲起來等待戰爭結束 這一仗越拖越久 輸贏未定不止俄羅斯損失慘重 乌克蘭也有戰機折損 只能靠著拆卸舊零件來維修 專家表示一旦巴赫姆特失守恐讓 和俄軍往更內陸進攻 但如果有西方援助的戰機 跟空對地飛彈 將能有效阻止俄軍突破防線 TVBS新聞都不得